女人一旦过了三十岁 一般小伙还真扛不住啊 这不 不仅轻松就骗到了 小伙子的第一次亲亲 更是反手追了的亲上家亲 看着小猪我都恨不得冲进去了 大喊一声 我也要 更让小猪我咬牙切齿的是 这个女人简直太贴心了 就因为自己过几天 可能工作会太忙 不能按时接小伙放学 她竟然送了小伙一辆保时捷 看着这么暖心又霸气的女友 小伙这才明白了 原来网上的传言是真的 可让小伙万万想不到的是 三十岁姐姐疼起人来何止这些 这不 当看着小伙每天在梦想的路上 奋斗得这么辛苦时 这个姐姐又开始心疼了 可让姐姐没想到的是 面对着这个所有男人都梦想了 不用奋斗的机会 这个男孩却拒绝了 看着这个有骨气的男孩 姐姐心里更加喜欢了 可谁知 当她听到男孩努力的最终梦想时 她差点被吓死过去 看着这个傻乎乎的男孩 女人心里都无语了 我的个乖乖 你不知道姐姐是大财阀呀 你不知道在韩国 法官和财阀是水火不容的冤家吗 然而看到姐姐的反应 男孩也开始意识到了问题 可让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经过短暂的调整 这个女人 再次显现出了 成熟女人的大局观 面对着将来有可能上演的 家庭内部版大一灭亲 她不仅没有像其他小女孩一样 闹着要男孩放弃梦想 反而是咬着牙告诉男孩 有梦想就去追吧 人外金钱姐姐来负责 将来一定把你培养 成像西约那样的大法官 看着这么个贴心又美丽的姐姐 男孩彻底的沦向了 这种不胆带呢 어�ada 이렇게 멋지고 잘난 사람을 难道不知 她 자기不给不 爱 자자 你先好姐姐妙 姐姐让你没反倒 姐姐把你当个宝 而且还会对你好 姐姐思想局务高 是只成熟小野猫 串门逛街约会姐姐 不会让你讨厌吧